好的 今天我們來看看百娘 我覺得因為也來錄好多 每次譬如說看到老師 介紹任何東西彩妝什麼保養的 都會一直也很想買 然後一直被燒 然後一直花錢 然後我也是很喜歡買 各式各樣的新的東西 但是唯獨有一個東西 我就是數十年如一日 我沒有辦法換給的 戒掉 對 戒掉 就是睫毛膏 而且重點是 這一支 這個品牌 一定要這一支 這個品牌這一支 而且這個品牌後來推出新的 我也不行 就是一定要做應該是幾百半 可是它新的很好用 我不行 那要是它這一支不出了怎麼辦 所以 對啊 我不知道 就是因為這種我就是譬如說 譬如說到日本買比較便宜 因為這是日系的藥妝店有賣 然後去日本就會譬如說 帶個幾支 帶個幾支 但是因為這種還是會有保存期限 對 不能開 因為睫毛膏如果壞掉 好像開有一種味道 要不然就是乾掉 然後我眼睛也很容易過敏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 它如果停產怎麼辦 以後怎麼辦 因為我的睫毛很難笑 對 就是很短 然後我不知道算硬還算軟 就是夾也夾不翹 然後就算勉強夾翹 一吐它就... 對 沒有重量夾翹 就撬得就是... 所以它很硬 這一支 我也不知道它是硬還是怎樣 反正就是可以讓我附著 因為這一支是刷起來根根分明 對 然後再搭配這個睫毛夾 這個睫毛夾也是我千辛萬苦找到 反正它們就是一拍就對了 如果... 它不能離開它 不行 所以我就是現場來試試看 好緊張 會不OK就對了 對啊 假的跟什麼一樣 就是覺得很OK的 因為我現在是沒有 好 你給它弄 快點 我想看 你們不要這樣子 所有的人都在那邊 沒有 攝影哥哥都想看你這樣 那一支 對啊 攝影哥哥都想是有多翹 是有多翹 沒有 我真的 是可以翹成怎樣 我這支已經翹了 有... 有 它從側面 等一下... 是這邊 這支有翹 有嗎 有... 這支是沒翹 有翹是對不對 現在夾了這個翹的 然後我現在刷睫毛膏 以前會去做臉的地方 會幫你燙睫毛 對 現在好像沒有 現在還有 還有嗎 比較少 你知道它那個小卷 幫你燙完睫毛 你這個睫毛就是一個圈 然後你只要刷一點點睫毛膏 好翹 可是因為燙的就是燙完以後 就可以去燙 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長出來的 會有一點層次 好了 它好了 看一下 我趕快拍我 有嗎 我要 很翹 有一個是這樣子 一個是這樣子 有 都貼成你的嘴缸了 但是我就是只能這樣一組 我用別的睫毛膏 馬上就算我夾翹的就 像立文她的睫毛 可能本身是比較直的 然後可能又比較短 比較短的話 她可能要翹的那個弧度 就不夠那麼多 所以她可能在夾的時候 就要夾那種就是兩段式的 因為像以往我們在教大家 就是夾睫毛就要夾三段 為什麼一定要夾 因為有些人沒有夾 混合帳 可是如果我不夾我直接塗 我閉眼睛它就沉浮到 會不會變得像 如果說你自己不愛夾的話 我不愛夾 你可以用就是 可以去買這種燙睫毛器 然後另外一種 你就是可以像我 就是平常在幫別人化妝的時候 我就會用一個這種小黑夾 這種小黑夾 然後用吹風機 你有吹風機喔 對 用吹風機 因為像以往有些人是會用打火機 打火機它那個會太燙 太燙了 所以用吹風機是比較安全的 你這樣子稍微放個10秒鐘 然後你稍微用手稍微的碰一下 對 然後你就是直接這樣 這樣有翹嗎 有...它超常 有時候還冒煙 你看 我用我自己 很恐怖 冒煙 對 我打火機 很翹 對啊 所以這個是最省錢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不愛夾的話 你看這樣就翹了 以前最老師傅 他會用兩根 兩根就是夾著 對 那個是對於比較直的睫毛 你就可以用兩根這樣 那根夾著在哪裡買 沒有 這個就是一份 夾 夾 對 我今天同時有帶來了 幾支睫毛膏 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用的 這一支是剛立文介紹的 那一支睫毛膏的最新版 我用這支我覺得超好用 對 這不行 這支是我心目中 開架的第一名 這支我覺得好好用 因為它的這個刷頭 它有經過設計 就是你看它前面 是這樣子彎彎的對不對 對 如果說像你的睫毛 是比較不容易翹的人 現在後面有個開關 它會弄齒 對 就是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頭 就是有一點像是頂上去這樣子 頂 它就會比較翹 那如果說像你前後呢 你是比較刷不到的 你就把它弄成這個 它很短 就是換一個面 另外一邊 它就可以變成就是兩用 這一支我也好喜歡 對 這很好用 你哭了都不會 都不會掉 以上呢就是 我心目中覺得不錯的幾毛膏